說起地表最強的生物,你的腦海中會浮現什麼呢? 是蟑螂、阿嬤還是其他生物? 其實,有種生物正在偷偷稱霸世界 讓許多生物都想要變得跟它一樣 這種生物就是螃蟹!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蟹化現象》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螃蟹是怎麼樣悄悄的稱霸世界的呢? 是因為它們能夠瘋狂的搬家,比如寄居蟹 還像帝王蟹那個樣子,因為它們又大又肥又好吃? 答案其實都不是,因為這兩個傢伙 甚至都不算是真正的螃蟹 既然不是螃蟹,為什麼又要叫做蟹呢? 這就是螃蟹厲害的地方了! 因為它似乎有種魔力,讓各式各樣的生物 都長得越來越像自己 這就是1916年由一位動物學家提出的蟹化現象 那麼究竟什麼是蟹化? 螃蟹的形態有什麼厲害之處? 事實上所有的生物最後都會變成螃蟹嗎? 在開始今天的討論之前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今天至極聊的Heptabase 是我自己私心非常喜歡的一個學習軟體 因為現在的資訊都被散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通常我們想把這些資訊統整起來 就會用Word之類的文件筆記下來 但這種一行一行的文件結構 其實比較適合用來表達事情 對於理解事情的效果相對就比較差 因為人通常是用樹狀圖的方式在學習的 你學的一個概念會連結到很多其他的概念 要看懂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 才會真正的理解一件事情 而這就是我覺得Heptabase很棒的地方 Heptabase的原理是用白板再加上卡片 讓你可以把概念之間的關係畫出來 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效果卻意外的好 像我平常用來做腦力激盪 快速消化資訊、整理資料等等 都會覺得效率高很多 那如果你是常常要接觸新資訊的人 很推薦點擊我們的資訊欄連結,開啟免費使用喔! 要探討蟹化現象,就得先認識螃蟹 我們在這裡所說的螃蟹,在分類學上面屬於短尾、下目 螃蟹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它們擁有五對部族 而第一對部族通常會特化為前腳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鱷 然後剩下的四對部族,就是我們常講的蟹腳 那剛剛有提到,寄居蟹、帝王蟹都不是真正的蟹 這是因為它們的外型特徵跟螃蟹不一樣 以帝王蟹來說,它的腳只有三對 再加上一對鱷,比螃蟹少了一對 所以並不屬於螃蟹的一種 而類似的生物還有很多 比如海綿蟹、雌蟹、多尾石蟹 甚至有些名字裡面,明明叫蝦的生物 像是鎧甲蝦,明明不是螃蟹 卻偷偷向蟹的外型靠近 那麼問題就來了 如果本來不是螃蟹,又要怎麼樣才能夠長得更像螃蟹呢? 只要照著一些改造小貓方就行 首先,把尾巴想辦法變短,越短越好 最好可以直接把尾巴收進肚子裡面 接下來,想辦法把身上的殼扁一點點 然後再讓殼對稱一些 最後讓整個身體變寬一些 就能夠收穫一個很蟹的身體了 不過,大家不是常常說做自己好自在嗎? 這些生物明明就跟螃蟹不是同類 幹嘛偏要來當一個跟風仔,來模仿螃蟹呢? 這是因為,螃蟹的外型雖然胖了一點點 又醜了一點點,卻是超有競爭力的 螃蟹的外型簡直可以說是超強防禦型態 核心邏輯就是把弱點通通藏起來 比如說腹部充滿重要的器官非常脆弱 那就用扁扁、長長的外殼保護肚子 再來,太長的尾巴可能成為攻擊目標 也容易被掠食者抓住 那就一起藏進殼中,減少可能被攻擊的面積 除了本身自帶鎧甲之外 螃蟹的身形也讓它成為逃跑高手 寬扁的身體,再加上適合左右爬行的腳 可以讓螃蟹的移動速度大幅提升 如此一來,它們不僅爆發力十足 躲避敵人也是1等1的快 比如說,腳掩殺蟹就擁有超級快的速度 它們的速度最高,可以達到時速約每小時7.5公里 這個速度換算下來,每秒可以移動超過20公尺 差不多是腳掩殺蟹的100倍體長 那我們平常覺得跑得超快的獵豹 每秒也不過移動20倍體長而已 不只如此,也有科學家認為 螃蟹的形態能讓它們機動性更高、移動更自由 無論是在沙灘上面、石縫上、甚至是大樹上 到處都能成為螃蟹的領地 移動快能防禦機動性又高 這樣聽起來,螃蟹的心態根本超強 但是,想要變成螃蟹,感覺還是得花一些功夫 那究竟為什麼很多動物 會想要花那麼大的力氣,把自己變成螃蟹呢? 這背後的真正原因,科學家目前尚未有定論 不過,有人認為這其實是一種驅同演化的情形 所謂的驅同演化,指的是有些生物 雖然在清源關係上超級遠 卻面對了類似的環境挑戰 於是,在生存的過程中逐漸演化出一些相似的特徵 事實上,在自然界當中 除了許多的生物會逐漸洩化之外 還有許多驅同演化案例 其中一個超級經典的例子 就是金豚與蝙蝠都擁有的回生定位能力 金豚在水裡游,而蝙蝠在天上飛 兩種生物除了都是哺乳類之外 其他像是外型不一樣、食物不一樣 卻同樣都會使用自己的生物生納系統 來定位自己追蹤獵物 這是因為,他們都是生活在光線微弱的環境裡面 擁有眼睛也很難辨識方向和獵物 因此演化出了比視覺來得更厲害、更可靠的技能 更神奇的是,雖然他們的演化路徑感覺差異極大 但是兩種生物身上,負責調控生物生納系統的基因序列 卻十分強勁,剛好都能讓他們聽見高頻率的聲音 所以說,金豚和蝙蝠雖然一個在天、一個在海 卻可以演化出類似的功能,其實是有原因的 但是在這個例子當中,鯨魚跟蝙蝠都是哺乳類動物 在生物學的分類,同樣屬於哺乳缸 他們可以演化出類似的特徵,好像不那麼意外 那如果是在分類上差異更大的情況下 還可以有驅同演化的現象嗎? 答案是可以! 事實上,同一個門的動物,也可以觀察到驅同演化現象 舉例來說,極鎖動物門當中的鴿子或蝙蝠 還有截肢動物門裡面的蝴蝶、蜜蜂 雖然構造差異極大,卻同樣演化出了飛行的能力 說到這裡,不禁讓人開始好奇 竟然這麼多不同的物種都可以驅同演化了 那麼常見的貓、狗或人類該不會也有機會變成螃蟹吧! 這個問題,台灣原住民可能也有想過 在某些原住民的傳說中 就曾經出現過半人半蟹的生物螃蟹人 據說,有對夫妻生下一個奇冠嬰兒 這個小孩擁有人的腦袋跟螃蟹的身體 幾個月大就會開口說話 平常不用吃東西還力大無窮 甚至可以幫忙父母撿食木材 人類真的能夠演化出這麼強的小孩嗎? 先說結論,應該是不可能的 因為演化的成本太高了! 其實目前在生物界所發現到的蟹化現象 通常會出現在甲殼類的動物身上 這些生物本來就有跟螃蟹有些相似之處 而後來藉由演化變得越來越像螃蟹 也就是說,你必須本來就有殼 然後才能把殼變寬、變扁、變得越來越像螃蟹 但如果沒有殼,那要演化出殼 再演化出扁平的殼,那將會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話說回來,雖然有很多的動物在慢慢的蟹化 但科學家也同時發現 竟然有少部分的生物正在反蟹化 也就是本來已經長得很蟹的生物 卻又開始變得沒有那麼蟹 像是蛙蟹就走了另外一條路 大拉拉的露出腹部 而不是學其他螃蟹一樣藏起肚子 只不過,同樣在海中生存的動物們 為什麼有些會蟹化 卻在同一時間有些往反蟹化的方向前進呢? 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一樣沒有明確的定論 而未來,到底生物們會更蟹還是更不蟹? 也得等時間來給我們答案了! 之前曾經看過好幾個螃蟹民 說人類跟螃蟹其實有八十七八項 當時看到只是覺得好笑 沒有想到一查才發現 事實上真的有蟹化這件事情 不過這裡也要特別說明 我們的描述方式,看起來像是偵探在解謎 想要回答為何有那麼多生物都想要變成螃蟹? 但事實上,生物的氧化並不是生物它們自己想要往哪個方向發展 就會往那邊過去 氧化具有隨機性的成分 誰能從頭下來,誰就能成功的氧化 更多的取決是生物所處的外在環境 也就是天責的影響 所以,雖然為什麼會有蟹化現象這個問題 科學家還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但我們或許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那就是這跟生物生存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很有可能海洋當中的生物,在環境選擇的壓力之下 螃蟹的那些特性,例如移動快速、機動性強 或是具有高度防禦力,就是最適合生存的策略 那當然,這些都只是我們的猜測而已 很期待未來科學家們能夠有更多的新發現 讓我們找到蟹化的真正原因 那今天最後也想來問大家 你覺得螃蟹外型的生物最終會統治世界嗎? 欸會,我覺得蟹化現象會持續發生 螃蟹造型的生物最終會統治世界 並不會有有反蟹化的現象存在 表示生物的外型應該會一直都很多變 所以不好說,自然環境破壞、極端氣候越來越常見 很可能現在看到的生物,以後都會滅絕 低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神奇的蟹化現象!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地球最強小牆,以及核廢水對於海鮮的影響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